去机甲游戏里挑战最强之人 意外收获特殊种的情报 哈喽大家好我是金令 本期我们接下来看 相个理大编亲的故事 上期说到 桑勒升级后 获得了守木人一战累积的大量技能经验 学会了二段跳的技能 成功干掉水晶潮雅的精英怪 精精毒蝎 然而等他去找已经晋升骨匠的比拉克 想试试仓库里的装甲时 才恍然想起 他有诅咒再生根本不能穿装备 心态崩溃的他 决定退出游戏去冷静冷静 收到沉重打击的桑勒 摊在沙发上 嘴里喃喃着 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妹妹刘美见他这副模样 问起他是怎么了 桑勒举了个例子 假设你努力赚钱 买了喜欢的衣服 结果发现是小孩穿的该怎么办 刘美不假思索地回应道 那当然是换件别的衣服 赶紧忘了这件事 桑勒一听是恍然大悟 对啊 相近造成的压力 那换个游戏来发泄不就行了 这一激励是给刘美下的饮料 撒了一身 气哄哄地让桑勒补偿他 桑勒嘴角一扬 赶紧去换个衣服 忘了这件事吧 回到屋里 桑勒从枕面墙的奋作游戏里 挑了一款为数不多 不那么奋的游戏 名为拿飞力废枯 戴上眼睛进入游戏后 桑勒眼前出现了一套炫酷的机器人 没错 这是一款人和机器人合体作战的游戏 这套皮是桑勒 曾在排位赛里和第一名 大神评舍的老搭档 飞鱼王 刚一进游戏 就有个卷发哥认出了桑勒 向桑勒发起了挑战 这伙的游戏名叫超级玉南 是目前排名第二的高手 也是曾经摆在桑勒手里的老玩家 正好给桑勒用来复健一下 桑勒的飞鱼王是高功敏捷型 和他在相机里的选择一样 面对稳重型的弹条猎犬 桑勒用高速飞行躲避攻击 绕得起背后扣动了狙击枪 但没想到这一枪竟然打偏了 这款游戏的操作 不是靠按钮或拉杆 而是通过玩家的思维来控制的 一般玩家本来就思考不过来 更别说桑勒使用的 还是敏捷型的机体 加上一段时间没玩了 桑勒有些不太适应 刚以一个漂亮的回拳来躲掉炮击 稍微找了点手感 就被趁机突袭而来的猎犬 一拳打在身上 虽然在那一瞬间 用翅膀挡住了 但没法飞行的飞鱼王 就是带子的羔羊 苦等三个月的复仇终于要来了 超级玉男控制着猎犬冲了过去 突然间 从废墟里飞出一道黑影 猎犬想也没想就一跃而起 要进去拦住 然而等他看清后发现 只是一堆垃圾 废墟下的飞鱼王 已经瞄准了他 正是那只差一步的胜利 让他误把垃圾当成了敌人 时隔三个月后的决斗 还是三了赢了 超级玉男吵吵着 还想再来一把 这次一具熟悉的机体 打断了他们 男人正是排名第一的鲁斯特 几分钟前 桑勒一出现在游戏里 鲁斯特的领航员 立马就通知了他 带着曾和桑勒的飞鱼王 打着屏手的机体 飞翼连接 就找到了桑勒 开打前他问起桑勒 为什么和他一战后 就消失了三个月 桑勒的回答是 这他哪记得 大概是发现了其他份作吧 如此直白的理由 气得鲁斯特直接向桑勒 发起了决斗 这场时隔已久的最强决斗 是轰动了整个游戏 为数不多的玩家 基本都认识这两名人 跑来围观 然而本以为会是场巅峰对决 没讲的三两下 桑勒就被打败了 鲁斯特怒骂起桑勒 搞什么东西 能不能认真点 桑勒挠挠头表示 三个月没玩了好吧 这么恶心的高速作战 他哪有那么快适应 况且游戏又更新了一些新的配件 流行的作战方式和以前也不一样了 看鲁斯特被气得不轻 还想再来一场的样子 桑勒表示 那等他去改造个新机体吧 明早上他们再战一场 等人走后 桑勒问起超级宇南 那家伙怎么还在用三个月前的机体配置 宇南解释道 鲁斯特在输给某人之前 会一直使用同一台机体 换而言之 在桑勒退游的三个月里 他一次也没输过 既然如此 就由他来让那家伙换个装吧 玩了这么久的游戏 桑勒还是头一次去了解这游戏背景 从天而见了巨人袭击着地球 穷途末路的人类为了与之对抗 将自身和巨人融合 由此展开了长达200年的巨人之战 而桑勒要做的 便是去捕捉能用来改装的野生巨人 成功捕捉到后 桑勒考虑到鲁斯特的匪夷连接 在机动性上已经是绝对的王者 再加上其背后有个优秀的领航员 名为摩尔多 常规手段肯定是不行的 得选择一些意料之外的改装 于是 第二天决战时 桑勒带着个重量级大怪兔登场 名为招炒蟹 装备的是伤害极高 但攻速极慢的近战武器 令鲁斯特和领航员都很意外 不知道桑勒在搞什么鬼 不管如何 决斗正式开始 桑勒还不忘战前放狠话 我要用速攻秒杀你 肥义连里 在开战瞬间被弹射起飞 和赵朝鲜拉开的距离 再从腿部的炮口发射出炮弹 赵朝鲜看似笨重 实在安装的是喷射角 滑行在地面上躲避炮轰 即使在众人一脸震惊下 赵朝鲜的身躯突然隐形了 超级欲难解释道 这是光学迷彩 只要不攻击 就能隐藏机体几秒钟 但很久都没人用过了 因为它有个很大的缺点 那便是不能隐藏喷气角的特效 走一路喷一路的特效 在肥义连接眼里 根本无处断形 瞄准的赵朝鲜最后的停留点 便发起了爆轰 可这是 场外的摩尔多发起了不对劲 让鲁斯特赶紧离开那里 但为时已晚 巨大的钳子从背后袭来 卡扎一身并以愤为二 只可惜在最后关头 被肥义连里躲开了 直断掉了一只手臂 但这眼灵场面的观众 是目瞪口袋 鲁斯特问起摩尔多 那家伙是怎么突然出现在背后的 要是移动了 他不可能没发现啊 摩尔多解释道 那家伙喷射角的特效 是个伪装 在光学迷彩解除的一瞬间 他的腿部零件 切换成了重力扶脚 没错 桑勒所装配的是 两周前钢根型的新配件 伪装双脚 可以通过变形 装配两种类型的脚部零件 但缺点是 能量消耗巨大 并且两种脚的重量会叠加 所以机动线也很差 没人会拿来打PK 刚才他是在密集的攻击羽下 一边躲闪一边完成了腿部变形 并掐准导弹命中的瞬间起跳 在烟尘的掩护下 接近了北翼连里 场外的欲难无奈道 就算有人能想到这种点子 也没有桑勒娜变态的操作吧 见桑勒再次进入隐形状态 摩尔多的建议是 让鲁斯特飞到重力扶脚到不了的高度 等光阙迷彩的时间解除再攻击 然而鲁斯特并没有回应 反倒是静止落到了地面上 表示他不会用那种无聊的方式取胜 并出桑勒说道 最好不要太小看了他 一切都在桑勒的计划之中 隐形的钳子从背后发起攻击 匪夷连里在那一瞬间 利用断臂那不对撑的喷射器 实现了超高速的转身 并完成了反击 但那也如何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说着就将一只位启动的另一只手 对准了匪夷连里 摩尔多一瞬间被分起出 那是用来束缚对手的捕捉网 抬头看去 钢网已经并临眼前 鲁斯特操作着匪夷连里 启动的喷射器猛的一提速 冲出了杠网的范围 可他并不知道 他已经一步步走进了桑勒的圈套 原本让桑勒头疼的 就是匪夷连里的高速机动性 他唯一想到的突破点 就是破坏他肩部 用着加速的噴射器 只要破坏了那个 在躲避捕捉网时 他就一定会使用 背部大腿里的噴射器 向前躲避 也就是说 飞翼连里的闪避 正是他诱挡而出的 所以能提前预判 这是赵朝鲜 背部搭载的工业型原具 也是桑勒用来 完成最后一击的杀手锏 在巨刀切中匪夷连里的同时 趴了尖刀 也刺进了赵朝鲜的体内 然而重型机体 和轻型机体的正面对抗 谁的身算更大 就不用多说了 随着一身机体爆炸 这场绝对的胜者 为招朝鲜 使用者 桑勒 场外想起了热烈的欢呼 能打败鲁斯特 是玩家们一致的心愿 桑勒也从胜利中 完整了压力的释放 向鲁斯特坦承道 他这张迷惑领航员 迫使鲁斯特下来单挑的战术 还行吧 记得鲁斯特是一脸的不服 还想再来一场 被桑勒无形拒绝 理由是 他得回去玩主力游戏了 他本来就是因为 操作不了 箱机里的机器人 才来这里发现一下的 一听这话 鲁斯特就更来劲了 他以前也玩过箱机 但玩了很久都没找到 玩家能操作的机器人 才退游的 于是 他提出和桑勒做个交易 只要桑勒告诉他 机器人的情报 他就告诉桑勒 和特殊种 深渊顾塔尼德有关的 特殊剧情 据教授的话来说 这是一只指示的名字 没有玩家亲眼见过的 海洋巨兽 桑勒拳恨后表示 他所拥有的机器人 并不属于他一个人 是和另外两名玩家 共有的财产 所以能否说服他们俩 就得看鲁斯特的情报 有多大用处了 在鲁斯特点头后 摩尔都将情报 告诉了脏了 这是他们在 飞复提西亚 接待的特殊剧情 四川深渊的使徒 其内容是 来自NPC 自身大海道的 史秋德的委托 追寻幽灵船 据NPC说 幽灵船会将绑架的人类 献给深渊的盟主 桑勒若有所思 在得知两人 只是接了任务 并没有完成后 他说道 和特殊种 直接相关的剧情 会附带EX的标志 他们这个任务 多半是进入EX剧情的 前置剧情 不过桑勒也表示 会协助他们 来完成这个任务 等后继任务出现EX的标志 就能交换情报了 几人约定好 在相继会合后 鲁斯特嘴角一笑 问桑勒要不要来 试试他的心机下 拒绝 难得有这种 特别想让人攻略的感觉 那就再多玩一会儿吧 然而桑勒并不知道 就在他玩别的游戏 玩得盛嗨的时候 有人获得了和他一样 进入兔子王国的特权 来的还是个美少女 好了 到这里就是本期 结束的全部都容了 下期预告 全新的神代武器出炉 挑战巨型区域boss 喜欢像G系列的 别忘了点赞关注哦 你的点赞 加加快卡系列的更新 我是启定 我们下期再见